美方从未治理于消除危机,反而加码制造危机,在别人院子里点火,却要求主人冷静克制。 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谈,岂不等于鼓励美方说一套做一套? 2023年11月,中美曾在华盛顿举行军控与防扩散磋商。 磋商议题涉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,五合国合作、核安全、防扩散与出口控制、生化履约等。 中方强调,双方应秉持共同综合合作、可持续的安全观,切实尊重彼此主权、安全与发展利益。 近期,个别美国高级官员在不同场合指责中国拒绝和美方举行新一轮磋商, 因为对美方有关提议作出实质性回应。 17日,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指出,中方决定暂停与美方商谈举行新一轮军控与防扩散磋商, 造成这一局面的责任完全在美方。 对于为何要暂停磋商,林健给出了明确答案。 一段时间以来,美方无视中方坚决反对和反复交涉, 持续对台军售采取一系列严重损害中方核心利益, 破坏双方互信的消极举动,严重破坏双方继续进行军控磋商的政治气氛。 磋商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增进互信,积累共识,管控分歧,探讨合作。 但美方在关乎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屡屡越界踩线, 对岛内台独势力频频发出错误信号, 对台军售从未停止,更不见丝毫收敛。 相关军事合作层级不断提高, 更利用培训海上偶遇等民意,推动台美间实质军事互动。 种种道行逆施给台海区域和平埋下了深重隐患。 磋商要有基础,相互尊重是基础中的基础, 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美方有什么资格提议新一轮磋商。 讨论均控与防扩散议题的目的在于提前消除危险因素。 美方从未致力于消除危机,反而加码制造危机, 在别人院子里点火,却要求主人冷静克制。 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谈, 岂不等于鼓励美方说一套做一套。 想对话要有诚意,想沟通要创造必要条件。 在讨论均控与防扩散之前, 美方应该首先控制好自己的手脚, 停止对中国内部事务直手画脚。 感谢观看